谁能帮年轻人伸张居住正义 盘点三位总统候选人住宅政见 大家好我是小郭 欢迎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这部影片只是来讨论探讨 千万别太揣测 2023年1月13日就要总统大选 记上一部影片来了解国民党 因总统选举推出的住宅政策 这次我们来看三党的住宅政见吧 房价高得离谱 连租都租不起打炒房券 打不了高房价种种民众 对台湾房市的质疑 让居住问题在此次总统大选中 成为工房焦点 柯阵营设宅呈居住政策主力 叛从公寄解决住的问题 观察各方阵营推出的住宅政策 柯文哲以社会住宅作为主力论述 强调设宅大利盖 税制大利盖 房租大利补 其中柯文哲强调在设宅储量占比 未达5%之前 因减少国有地标兽 杜绝政府带头炒的的状况发生 其次中央部会有许多旧房舍 也因由地方政府出资整修 在取得相当使用年限后 开放青年弱势 及银发族群申请租用 同时为了避免设宅看得到 住不到也因建立 全国一致的轮后制提升公平性 设宅一多也是趋向日本化 租赁多自然买卖可能会减少 或许就会有降价的机会 另外针对租屋市场 柯文哲喊出减少租屋黑市的口号 强调提供房东又应降低因税金增加 而拉高房租的情形鼓励更多空屋市出 且也主打租赁所得分离客税 以及针对城市申报房东 不兴使过往欠税和客的房东大赦条款 期盼以此减少租屋黑市 让政府得以掌握民间房屋 整体而言柯文哲虽然并无 特别强调打房这件事 但期盼以供给面解决民众住的问题 因此以设宅及租屋市场作为居住政策主轴 赖阵营延续蔡政府执政基调 续打炒房同时讨论设宅 民进党政府过去几年来 对于房市问题推动诸多打炒房措施 以及如囤房税等税制改革 不过对于外界期盼能抑制房价的效果并不佳 但由于抑制房价议题相当复杂难解 也非一事半刻可立即见效的问题 因此赖庆德阵营除了延续 总统蔡英文的房市政策基调外 也同样将政见延伸至社会住宅 赖庆德强调将以目前8年20万户 社会住宅为基础 在未来8年增加新建13万户 设宅包租贷款17万户 并以2050年达成50万户设宅供给作为目标 同时扩大租金补贴至50万户 朝向百万租屋家户的目标前进 另外今年8月上路的新清安贷款 为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投入震撼弹 只撑起原先看淡的交易量 同时也吸引不少手购族 以此进场买房 因此未来赖庆德仍会延续这项政策 成为帮助青年购物的主力政见 侯阵营住宅政见广 却因555方案以争议 侯友一日前提出购物免投款的555方案后 虽然成功吸引大众目光 却似乎不被买单 由于初步提出的方案内容中 强调符合条件者 可有免投期款全额贷贷款额度1500万 利息补贴0.5%等优惠 但外界普遍认为 若这项政见得以实现 将为房市带来后遗证 根据侯友一阵营的试算结果 若购买总价1500万的房子 在前五年的宽限期内 只需要月付1.9万元 但是专家推估过了宽限期之后 第六年起一个月要缴的房贷 恐怕月升至5万元左右 而以台湾民众月薪中位数4.2万元来看 真正使用555方案购物的民众 除了还款能力备受挑战外 再加上十年必锁期限制 很可能还不出房贷又不能卖出 最后只能流入法拍市场 至此年轻人将留下信用污点 也会冲击房地产市场 这也引发外界对侯康阵营的批评声浪 高房价难解设宅呈抢供年轻人选票关键 现在台湾民众所面临居住问题 最需要被解决的仍是租屋黑市 像是对于房东的查税一伙全面赦免 以目前情况而言 仍是政府较不愿触及深入解决的问题 另外虽然三组候选人都有 强调增加社会住宅的供给 但是盖设宅并非一蹴可及 还需要经过土地房屋供料等规划 才能慢慢增加供给 在配套措施需长远规划的情况下 要实质看到设宅供给大幅增加 解决民众住的问题前 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观察三组候选人的政见 赖清德及柯文哲的住宅政策 主要对应的是年轻族群买房的痛点 而柯文哲或许本就叫受年轻人欢迎 因此将主轴定调在设宅供给上 不过由此看来 年轻族群的选票将成为此次大选中 兵家必争的大票仓